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此地上 为了他们的帮助 让他们的帮助 成功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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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就是说大自在当中所产生是不合理的 云和此彼生我即自在天大众其非常 事从所知生苦乐无事也何谓彼所生 这里就是说所谓的大自在天当中产生万法 其实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它的本体现在还没有成立 到底你们所谓的大自在天实际上它的体像 它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样 现在还没有确认出来 如果它的本体没有确认 而从中可以产生的话 那我们世间当中的十女二的龟毛头角 一切这种法当中 也可以产生世间的 七世间和有情世间的 暴露万象的一切形象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问到 你们所称虚的大自在天 到底它产生什么样的果呢 我们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要么它产生的果是常有的 或者它产生的果是无常的 除了这两者以外 就是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的 那这样以后 如果对方选择第一者 说大自在天 它可以产生同类相续的 常有的果 一个是大自在 它本身继续延续下去 还有我们外道所承认的一些圣我 所谓的我 或者它产生 地大维族的一些威尘 通过这些常法 再继续产生其他的万法 如果对方这样认为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首先你们所承认的 这样的大自在产生常法就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呢 如果不管是我也好 大自在天本身也好 或者是大众等威尘 那这样怎么会产生呢 你们不是说大自在的本体是常有的吗 常有当中怎么会产生常法啊 既然是常法 它不能作为能生所生 能生的因和所生的果 对它来讲不会有这种关系 常法不可能有因果的关系 如果常法有因果的关系 那你们可以给我们指点出来 但这个对方实在是没办法给我们指出一个 是常法的因当中 产生一个常法的果 那这个说法非常可笑的 世间的人们也不会承认的 所以说 在常法当中产生常法这样的这种说法 就非常愚痴的一种说法 绝对不可能成立的 在常法当中产生的真正的市民 这种说法太好了 这种道理 在常法当中产生常法在学校 但这种事实在是很不可能成立的 就是今天有设置的 就是这种道理的主要 很好的 主要有设置 也不可能成立的主要 那什么主要的主要 宣众的主要是 我反正的主要是 那种主要是 有主要的主要的主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常法当中常法虽然是不能产生 但是自在天的常法当中可以产生无常的法 那这种说法也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很多的法 比如说妙阳和阎光或者是黑暗等等 这些依靠各自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而我们的眼色 二色 鼻色等这些事 依靠对方蓝色的补品或者是美妙的声音 或者说自己以外境的各种所处等等而所产生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 你们所承许的所谓的大自在 大自在根本是没有的 因此从外境的各种食物依靠各自的因缘而产生 而内世当中 内世是依靠外境等等而产生的 然后我们众生自相续当中的快乐 痛苦 忧愁 还有一些开心等等 安乐等等 这些其实是众生无始以来的特殊的业 因为众生造作的业不相同 所产生的过也是不相同的 善恶报应 活佛相称 我们《无量寿经》当中也是善恶报应 活佛相称 也是各自的这种善恶的报应 也就是说善恶恶的这种因产生了快乐和痛苦 还有《利利经》 利利是指的是地狱 地狱的这个经里面就说了 就是说是 善子祸福 恶子受养 就是恶子受养 我们自己做了善事 获得妇虏 获得快乐 如果我们造了恶业 那感受遭殃 或者是痛苦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教证 完全明白 所谓众生的思相续当中的各种苦乐 不依赖于所谓的大事在 就是马封仁波切的其他的有些教言当中也是有的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有些心里面非常的快乐 其实这个快乐的来源 你曾经在这个世间当中造过善业 哪怕是一瞬间的快乐以上 全是我们造善业而做的 然后 我们相续当中 一瞬间的痛苦 包括我今天不舒服 心脏痛 或者我身体如何如何不舒服的 这些所有的痛苦 全部是我以前害众生了 我以前自己造的恶业而造成的 所以这样一来 在这个中间 根本不会有任何你们所谓的大自在 何谓必所成 这些众生都是各自的业力而产生的 各自的业力而生生的话 你们对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样的所谓的大自在 他来所产生的话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世间万事万物的因应 其实是众生各自的业力 众生各自的业力所显现 可以这样说的 而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谓的大自在天 那这是没有任何相干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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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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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大自在不能作为能生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宣说过失还有遣除诸遍谬论 首先宣说过失若为因无事 敌果岂有事 因为对方如果真的成为所谓的大自在子 一切万事万物的因 那么最初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个开断是没有的 应该说是无事的 为什么呢 如果有开断的话 那大自在已经变成了无常 因为他没有创造万物之前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后来就开始创造万物 那样前面的阶段跟后面的阶段不是同一个本体 如果这样推斥下来的话 那么大自在就成为一个无常的了 成为不是唯一的了 这样以后他们自己也是承许 就是所谓的大自在天是无事都存在的 如果你们所说的真正是万法的因 大自在无事以来都是一直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 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或者是七世纪和有情世纪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鲜花 衣服 以及我们的茶杯和安皮山等等 就是所有的这些法全部都是应该无事以来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种因 就是所谓的这个因就是齐全的方式来 一直完整无缺的方式来一直存在着 如果因存在的话 一点违缘也是没有的 那么它的果怎么会不存在 就像法尊仁师所说的那样 若因全具足云和必果灭 如果它的这个因全部是具足的话 那为什么它的果自然会灭呢 大自在永远都是嗓恨的 永远都是唯一的方式来存在 那就是它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这种果 怎么会永远都不存在呢 可不可以永远都不存在 我们的这种果然就在沾山里 所以我们的这种果然是 不关系的 现在我们的水平 又现在我们的水平 也在过去 那么我们的水平 就像水平 我们的水平 有才是出品的 这是我们的水平 我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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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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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方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大智在天虽然是长恨的 他会创造一切万物的 但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些众生 偶尔产生 偶尔不产生 或者我们的心灵和外面的显化 这些并不是常见的 原因都是关带其他的因缘 如果其他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大智在天就开始给你创造 如果这些因缘不聚合 大智在天也是无能无益力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既必不以他 何故不常作 因为你们不是说是大智在天呢 他是不依靠其他的任何法 他自己有独一的 无二的 因共的 有五种特点的这样的一种神尊 那这样他怎么会是 依靠其他而创造呢 不应该这样的 他通过自己的能力 应该创造万物 不应该他是依靠其他的外缘而产生的 再说 因为其他的一切外缘和因缘 也是大致在所造的 比如说 他自己需要 夏天没有化的原因 就是春天的阎光和温暖 这样没有的话 其实阎光和温暖 大致在他所造的 那他自己造的话 为什么他开始不造出来 那这样以后 一切都是他造的 那怎么会是 灌待这个世间呢 其实这些应该是因缘而产生的 而不是因缘的 法是没有的 如果这些也不造因缘的话 那我们这个世界上 所谓的因和缘都是找不到的 像《中论》里面说的是 因是法生果 始法名为缘 若是果为生 何不名非缘 如果果不能产生 那为什么不成为非缘 如果他不能起真正的缘 那这个叫做不是因啊 你们干脆不要说大致在来创造的 大致在不能产生果 众生的苦乐也好 我们春夏秋冬的变化 一切的万法 全部是依靠各自的因以外 而并没有关带你们所谓的大致在 但是这些人来说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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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缘具胜 胜因则非比 缘具则因胜 不具无胜利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分析 各自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其实能产生它的果 比如说这个种子 一个是阎光 还有水分 然后依靠灰色的种子和农民的轻作等等 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庄稼也好 妙芽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 那么依靠这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它可以产生 这个可以叫做因 而根本没有你们所承认的所谓的大自在 它来开始起这种作用 绝对是没有的 然后因缘如果聚合的时候 它自己产生的 而不聚合的时候 这个法怎么样也是不能产生的 那个时候 你所谓的大自在是有多大的威力 有多大的功夫的话 其实我们因缘不聚合的时候 这个果绝对是不可能产生的 而在石头上能不能产生妙芽呢 即使有一百个大自在来 在石头上强行地产生绿色的妙芽 也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冬天 寒冬老月的时候 在地上马上要长出一个绿色的妙芽 那这次也是不可能的 大自在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懂得 所谓的佛教 一切的果依靠因而产生的 而这些因是无常的 所以在这里也说了 说得很简单 因缘产生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会产生的 因缘会灭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灭的 然后你们所谓的大自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你们应该想想细细地观察 我们现在通过观察 也是观察得出来 确实这样的 神义当中 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 而石头当中的话 万法都是依靠各自的因缘而产生的 外面的这些法 全部是依靠种子 然后它的根 经 化 果 这样而产生的 而里面的众生的轮转 全部是以无明性为主的 十二元气来开始进行操作的 除此之外 根本没有在所谓的大自在 背后开始操纵 开始做规划 或者说是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智慧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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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自在能创造万物的话 那它是有目的的 有想法的 有欲望的方式来操作呢 还是没有任何欲望 自自然然随随便便是造作的 从两方面来进行观察 如果是第一个 它并不是以若非自在欲 不是自在 它不是以它的欲望来操作的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一切万法 并不是它的愿意 或者说它欲望的自卑下进行操作的 然后一切万法 依靠各自不同的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而并没有依靠他力而产生的 如果它没有以自己的欲望而造作 是有过失 但是这个对方是不承认的 因为对方认为他有意思的 有想法的 然后创造万物 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的 如果说对方真的是以欲望 或者真的有母后者的安排来进行造作的话 那你所谓的大自在天 并不是有自在的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世间的凡夫人一样 就是被欲望所控制 被欲望所前言 然后他自在他 本身他没有让你自由自在的了 因为他随着欲望的控制下 造作整个万物 在这样一来 你们本来认为大自在天都是大自在 其实他一点都是不自在 所以不是真正的大自在 这样一来 通过这种观察也是在我们世间当中 没有在外面有一种万物的造后色 这是很重要的 更没有所谓的我们心里面天生的一种分别念 绝对不可能有的 这种放异应的结果等会在这种时代表 对方们开始关注别别的 那么来 这个因子真正是否错了 对方的人 在混费是出品的 一样的关注 是不是 一定的关注上它的感觉 本来是没问题的 可以让你去到调尾部再温重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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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